欢迎各位观众 收睇今集的《楼市新观点》 今天我会和两位嘉宾说什么话题 就是上车盘是否继续热卖 说之前也介绍我两位嘉宾 当然有第一集团董事矮心业Angela 你好 另外一位嘉宾有利家国地产高级分区事务经理 Calvin 彭净 你好 两位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疫情第三波 开始陆续缓和 一些新增个案比较低单位数字的增长 同一时间看到什么呢 楼市开始有些反应了 有什么反应呢 之前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很多发展商一手楼其实都停了 不会有销售 不会有新款推售 但是看到了 接下来的9月份 好像陆续的发展商都安排一些新盘 重启推出的了 看到一些部分的一手新盘 即是一些市场的传闻 那些赤价 譬如那个情况 都贵过同区的二手的叫价也高一点点 有机会可能高一两成 今天就想和两个谈谈 接下来一些新款的上车盘是否继续热买呢 先试问Angela Angela其实疫情也有一段时间 反反复复复的 其实会不会令到发展商的卖楼步伐减慢了呢 你有没有预期香港的楼市供应 因为始终在疫情之下 销售的步伐 或是起楼的情况也可能减慢了一些 你有没有预期楼市供应何时会恢复正常呢 这样的我就觉得 供应可能短暂的时间现在是会慢一点 因为始终就是有疫情 有疫情有限聚令 那么发展商来说 我相信他们都会对于推盘都会慢一点的了 拖慢一点来做 甚至可能有些盘会封盘先 因为始终你限聚 你又见不到人的示范单位也看不到被人看 那变了当然供应上高是会少了的 但是供应少了不是真的停了不起楼 那些楼会继续建 也都会继续慢慢拿出来 就是等时间拿出来卖 所以其实不是说没有货的 就是那些货放在这里不买住 再加上就是发展商我相信 就是在这段时间虽然说有疫情 但是大家都会继续做事的 就是你无论是说做示范单位的装修也好 或者是楼书的设计也好 印刷也好 甚至预售楼花的申请也好 其实都是会照去照行的 只不过是机会都是留给予准备的人 所以就做好准备功夫 然后将那些东西收到袋子 当疫情一过或者缓和一点的时候 它就可以按键 就立刻可以开始拿出来卖了 所以我会觉得供应不是没有的 只不过现在疫情就要缓和一下 到了疫情好一点的时候 我相信供应又会回复正常 现在说疫情反复是在影响销售的部署 不是供应的问题 另外先和Curvan聊一下 见到疫情当中有不同的限聚令 都影响了发展商推广的部署 其实香港相半年一手市场的成交表现是怎样 而且这一年也还有不是很多个月就完结 预计下半年的状况表现又会是怎样 其实一手受到疫情影响 影响了发展商推广的部署 今年上半年成交的一手中数有6189宗 对比起上年的下半年8409宗 其实跌了两成半左右 但是我觉得随着疫情的温和 香港对比其他地区和国家 就算是比较受控 我觉得如果情况不一直严重下去的话 我觉得发展商也很想推广 随着限聚令放宽 很多经济的正常活动 一路慢慢回复 我觉得下半年新盘有机会做多一万宗 全年可以突破到一万六千宗 Kelvin说了下半年预期的新盘 数字上也可能有机会增长 数字就这样看了 价钱又怎样看呢 Angela 看见现在的状况 始终香港人的住屋需求 都是求过于供 这是一个这么多年的情况下 未来发展商会不会 将一手的价格 会调升一些 因为刚才也说到 9月份有些天水围可能会有新盘推出 相对一些大型的屋苑 它的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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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房子的步伐是拖慢了 又或者有些会封了盘 变了其实楼放在这里等待 市房当然会比较静一点 大家心情坦坦滴滴 直到疫情过了 大家舒缓一点的时候 那些人打算会走出来买楼 其实刚性需求在 只不过就是窒住了 不能卖住 所以发展商我会觉得 在一开盘盘 或者疫情一淡一点 大家可以出街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可以卖到一个红盘 因为你始终 如果我剩下了一段时间 然后现在再推翻了 再出击了 那当然想一卖的时候 就卖个满塘红的 令到那个气氛好一点 亦都令到自己的楼盘气势厉一点 所以如果要做到满塘红 当然现在最主要的买家 就是我们的上车人士 我们的刚性需求 一些结了婚要买楼的人 又或者是组织了家庭 有小朋友 又是要效望买楼的人 那这些刚性需求 一到发挥出来的时候 即是可以开盘的时候 他们就涌出来了 到时盘盘便会卖个满塘红 气氛好 发展商便会高兴 之后我会觉得 即盘盘卖得红了 气氛顺了 之后才会考虑 推一些可能特色单位 又或者一些加价的动作 才会走出来 Kery 我问一下你现在市场的实况 都刚刚说到 始终之前的疫情 比较反复 很多时候新盘都延迟了推售 一手盘上市场的需求是因接的 至于也有些人会买二手楼 但在前一段时间 用家买二手楼一定很简札 是什么呢 我给了这个价 以前可能就叫做推而求其次 你的景观座是否这么漂亮 我都接受了你 不是的 现在买二手楼 买家相对主导话事权 是比买方高 买家去选择的一定是靓本 同一个价钱 可能以前只是买到低层 现在可能买到高层 一定是这样选择的 看到很多市场上优质的二手单位 都越见越少 其实现在市场上 譬如说二手的业主 以价空间的幅度大不大 好看楼盘本身的质素 如果楼盘本身的质素 是比较上优质的话 那业主一般的叫价都会进取 以及采用息售的态度 尤其是今年上半年 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盘推出市场 整个楼市成交的焦点 都放在二手楼上 有很多想买楼的买家 其实一直在楼市上 都打算收拾盘 但是疫情初期 有些业主见过势头调整 都刻意将价钱减 减便去拿出来买 也看得到很快有承接 开始的情况 以价空间大约有5-8% 但见到近期要卖的单位 其实都陆陆续续卖了 剩下部分的业主 或者大部分的业主 心态度上都比较强 目前为止的放盘 大部分的以价空间 跌至2-3% 以价空间 大家心理上都调整了 业主未必比得太高 反过来 买家的想法是如何 买家会不会 因为有时的状况是 每个业主都不同 会不会有些买家 专考 例如我的以价幅度 都是5-10% 就看会不会卖中一个买方 肯用这个价钱买出来 其实有一部分买家 在等待 但是很多时 这些买家在开始 就失去一些机会 也有些等待 但未必有这些盘出现 如果是的话 其实我们今天说 上车盘是否继续热卖 现在是否这么说 一些小价的单位 银马较低的单位 比较容易入市 另外一手发展商 很多时候 买房子的时候 都有不同的优惠 那说的话 是否一些一手小单位 会继续来 下半年市场的主导 其实有几个数字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上半年全香港 一手成交的数字 就是6189宗 Total 新界占了大部分 有4484宗 占了市场成交的72% 总金额大约 442亿 平均每宗 986万 九龙区一手成交 1350宗 成交总金额 170亿 平均每宗 1350万 港岛区 成交355宗 成交金额 63亿 平均每单 大约1700多万 你看到 银马越小 成交量越多 我相信这个情况 无论一手二手 都会是这样 看见 始终是银马越小 成交越多 而且 似乎 我这样解读 似乎 1000万 樓下的8成案件 都会主导受欢迎 是否 都会是 因为市场上 大部分 的盘 800至1000万 樓下的物业 都跌了到 按保的门栏 商地地 买家的负担 便会比较轻松 好 这些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再继续 再继续 回到节目时间了 Kerven 刚才说到 市场的主导 可能是回流到新盘 或者一些比较一手楼 而是相对价位低 可能小一点的单位 但是 也想问你 本身的购买力 问题 看到的 疫情状况 是淡化了 但问题是 经济层面 包括香港经济的发展 又或者做生意的店铺 究竟销售情况是如何 会否未来的失业率会上升 这些似乎 都会滞后了疫情 才会再反映 未来的 在楼市上 例如市民或投资的购买力 有没有机会回复 在疫情水平之前的状况 其实成交数字 5月份也反映了 随着疫情缓和之后 5月份的成交中数 有8257宗 这个数字 因为5月份 今年疫情受控得比较好 因为试过很多天零确诊 变了购买力马上出回 就算各行各业的经济 或者饮食业 你也看到其实是暢黄了 变了很多买家也出了来找盘 我相信只要疫情受到控制 其实楼市成交 仍然会保持着很多 可以的 另外会否出现一些 例如报复性消费 即是很久都有限聚令 即食肆夜晚的时间 又开得比较短 聚集的人数又少 就算看楼也是 看楼前也会受到限聚令的影响 现在当然一定受影响 但我觉得随着限聚令放宽 对于楼市来说一定有正异的作用 今年农历新年前 或者去年的年底 其实已经看到购买力 是开始释放出来的 农历新年以后疫情爆发了之后 其实很多购买力是严重 我觉得是严重益压了 你看到其实成交量是即刻急跌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疫情受到控制的话 限聚令放宽 市场上的购买力 是会释放出来的 当然也要配合发展商 如果一手都能够做到百花齐放的话 我觉得报复式的购买力 这个机会是会出现的 Angela 刚刚听Cavin这么说 其实只要疫情受控 似乎购买力已经累积了 9月之后 你又会否预计 发展商的推盘步伐会加快 即很多发展商都开始推翻新盘 市场供应多了 简盘会否有点眼花缭乱 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好事 因为发展商的盘放在这里 其实很心急都要推翻出来 我相信发展商都会怯狠狠 趁市场好一点 疫情稳定了 限制令放宽 就可以推翻销售的动作 做上市场 开展示范单位 在这个时候 我会觉得大家百花齐放 因为变了多些不同的选择 是给消费者去选择 就是多选择 对消费者来说 当然是好事 不同区的 有的 屯门 将军澳 港岛区 西华上环 都有的 不同的单位户型 也会有的 你是上车盘的 视频的 还是有大有小的 变了不同的选择 这么多走出来 一次过走出来 对于上车的人士也好 消费者来说 当然多些选择 就好些了 因为你可能以前 每次开一两个盘的时候 你真是 我不是住将军澳 我工作在荃湾 我想住屯门 那你就 未必选择得适合 如果现在 到处都有的时候 因应不同的人的需要 都可以有机会 选择到他的楼盘 对于真是做到的交易 或者真是落到 买到的心头号 上到车 机会也会大了 所以我觉得 是件好事来的 不过 不同的发展商 他们在销售的安排上高 或者是一些 优惠的条款上高 都会有不同的 对于买楼来说 都是一个人生大事 所以我会觉得 对于上车的人士 消费者来说 他们应该要很细心 分析买楼的条款 分析要求是怎样的 然后当自己上车 踏上这个事业街梯的时候 就一步步稳稳地走上去 Kelvin之前也说到 今年楼市状况 很多市场的焦点 楼市率 都是比较集中二手楼 一手楼 可能始终随着疫情 起伏推幅都会不同 那未来 还有2020年 还有几个月时间 会否将市场的焦点 又会流回到一手楼 即是买家的意向 因为刚才Angelo说到 始终买一手楼 市场上 发展商有不同的优惠 给你 价钱上 或者按揭上 我觉得 买家会选择多了 对于发展商提供按揭的优惠 我觉得这件事 不是针对上车客做的 因为现在大部分一手楼 或者大部分楼价 一千万内 其实上车客 他们买一千万的物业 都可以做到八成按揭 如果八百万 最高可以做到九成按揭 所以如果单体发展商 那个优惠或者按揭 其实某程度上 可能适合一些换楼客 又或者是投资者 因为换楼客 可能他现在自己 未卖出自己的物业 可能自己手楼上 又拿着少量的资金 又未可能 给到一大笔钱 去继续物业的时候 就可能要靠发展商 这个按揭的优惠 另外如果投资者 就因为他买物业 收租最高 其实大约做到一半按揭 所以如果买新盘 有发展商按揭的优惠 就可以令到他们的资金 减少负担 可以是 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说上车盘 是否继续热卖 Angela 你有没有预期 未来哪一类单位 你觉得会比较受欢迎 我觉得上车盘 当然会受欢迎 为什么呢 因为疫情的时候 好像刚才凌凌说 抑压了消费 坦白说 你结婚要买房 这是事实 你等了三个月 等了半年 现在都要去买 所以疫情一好些 他们就会冲出来 都要光性需求 去满足 供应这么多 这么多发展商 在这个时候 停了慢了 一次过 拿出来 供应一下子爆发的时候 又令到有多供应 我们经常都说经济学 有 demand 有十拍 两个一齐 match 就最完美 最开心 在这个时候 当他们大家都可以 聚焦回到一手市场 大家有供应 有需求的时候 我会觉得 那个交投量 成交到的交易 一定会自然 数量会增加 政府也有一个政策去支持 一千万楼下的楼 可以做到八成按揭 八百万楼下的楼 做到九成按揭 其实对上车的人来说 真的很大帮助 因为你可能存钱 存了几年 想着要存几百万 那就上车了 现在有了这个政策 其实你可能一百万 就已经可以上车了 对于上车的人 他会加快了他上车的步伐 可能本来想着三年之后 才上车 现在今年就可以上车了 我会见到的是 上车的需求是会大的 变了一手交投量 大家有上车的时候 一手楼上车盘 我相信 就会是未来 比较多大家注意的地方 Angela说到 一手楼上车盘 未来 可能未来几个月 都是市场上比较焦点的地方 要问Kelvin 其实如果真的有兴趣 例如在这段时间 疫情互和了 也有机会入市的人 有什么要留意呢 因为我自己最近 留意到有些状况 先不说一手楼 二手楼方面 似乎银行股价 和业主的叫价 是有一段距离的 其实想入市的买家 第一 一定要做多些功课 经常留意银行股价 最好找到一些熟的 地产代理 即是打罗关系 第一时间 可以有上本的通知 其实银行 现在有些某部分的银行 股价就会比较上 会与业主的叫价相距比较大 相对地 比如中资银行的股价 可能会比较积极少少 我会建议满家 多找几间银行去做比较 来看看价钱是否合适 好 买二手楼方面 最重要是做OnKit的时候 第一 要预充多些时间 可能成交期 若可以业主肯的话 就会比较久一点 另外做OnKit的时候 要找多几间银行对比 因为始终可能现在 每间银行的OnKit比例 做多少都有些差距 至于一手楼方面 一手楼方面 买的时候 OnKit是否应该 发展商方面提供卖 问题相对没那么大 其实大部分的一手楼 对于银行股价 来说 就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因为很多 买新楼的买家 除了因为新楼 不用装修 也不用凡股价 因为大部分的银行 对于发展商 卖出来的一手楼盘 股价都预算得很足 所以买家至于考虑 他自己承担能力 按揭 足够不足够 压力测试 基本上已经很足够 今天多谢两位 跟我分析了一切 就是未来上车本是否热买 大家都预期 可能市场的焦点 会由今年二手楼多些 现在又转到一手楼的状况 另外可能上车本方面 小价点的话 始终都是银行 市场的热买 因为上车的状况 都比较容易 但最重要是什么呢 各位如果有兴趣 在入市前 记住做足功课 找多几间银行不同的股价 看看股价是否足够 万一股不足够 都要预备多些钱 在口袋里面 有足够资金去上汇上车 如果你都喜欢这条片 记住先like这条片 然后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 之后按下小钟 留意我们最新的动态 记住要follow我们的facebook page 知道我们最新的资讯